男人的身体拥有上万根关节 当所有关节被催动了一刻 他的力量可瞬间达到炮弹级别 仅是一拳就将最强原始人皮克打飞到空中 血液更是建设到观众的身上 就在刚刚 克斯在郭海黄的指点下 终于将音速拳达到了最终形态 很快他在德川的安排下 得到了与皮克较量的机会 当克斯踏入竞技场的那一刻 一股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 神星会五万五千人同时使用正拳突刺 强烈的拳风汇聚在一起为克斯加油打气 这一刻克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 他迈开脚步朝着对面走去 当铁门打开的瞬间 皮克犹如恶虎扑式般冲向克斯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克斯如闪电般的中线三连技 可皮克仍不死心 他再次张开大嘴向克斯重拳 可结果又被克斯一记断子绝孙脚命中当骨 剧烈的疼痛让皮克捂着淡淡不停的颤抖 见此克斯没有丝毫犹豫又补上一脚 接连的重击打得皮克措手不及 就连场边观战的刃牙也明显看出克斯的实力变强了 然而作为恐龙时代的霸主 皮克的肉体实在是太过变态 只见皮克猛的一脚踢在克斯的身上 虽然克斯已经提前做出了防御 但还是被这可怕的一击踢飞了数十米 克斯艰难的从地上站起 此刻他的斗志再次被点灯 为了感激父母给他的这副强壮的身体 克斯终于决定使出全力了 再看到了克斯好像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 皮克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 他开始把克斯从游戏对象升级成了食物 随后皮克摆出了迎战强敌的战斗姿势 这一幕仿佛让任牙看到了泛马勇次郎的身影 然而见此情景的克斯却丝毫不慌 因为现在才到了他的表演时刻 这么精彩的剧情你不会是独自观看吧 一个人看剧感觉孤单就去探探找个女朋友陪 探探上面好多漂亮又温柔的小姐姐 脱单可快了 下次追剧害怕了就可以抱紧女朋友了 而皮克也在这一拳的威力下跪倒在地 同时这也是他两一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痛苦 这种感觉就仿佛被霸王龙的钢尾抽中一般 当看到了这个远古生物被击倒的那一刻 现场的观众们瞬间沸腾了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克斯付出的代价更为惨烈 刚刚的那一击使他的左手粉碎性不足 可即便如此 克斯还是十分的兴奋 因为马赫突拳带给他的打击感 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心里 接着他又连续打出了两击马赫突拳 强大的威力再次将皮克打倒在地 而克斯的身体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他的单脚和双手都已报复 以人类的躯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 即使是超音速战斗机在突破空气壁的瞬间 也会变得四分五裂 更何况是人的拳头超越音速 此时皮克也从连续的重击中恢复过来 只见皮克摆出了击败烈海王石的姿势 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迎接克斯的将会是什么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克斯居然研发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马赫突拳 只见克斯调动体内的所有关节 将自己全部的力量汇聚在右拳 这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击 仅仅一击 皮克就被打倒在地 彻底失去了意识 而克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的整个右臂都变得血肉膜 克斯解下腰带止血 他缓缓地来到皮克的身前 他真的做到了 仅凭一己之力就让空手道取得了一百年的进步 此刻现场的五万五千名观众全都高喊着克斯的名字 这一刻克斯感觉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 然而就在他享受众人的欢呼时 突然感受到了异常 回头一看却惊讶地发现皮克竟然睡着了 原来皮克并没有被克斯打败 他只是在休息 博士解释道 如果这场战斗发生在自然界中的话 皮克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向克斯发起进攻 他只需要找个地方睡觉 等着克斯停止呼吸就行了 此刻克斯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能够被史前最强生物认可 这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而皮克也流着眼泪从地上站起 接下来就该轮到克斯旅行约定了